就是定義說它是不是 還是屬於這方面的攻擊這樣 所以說它沒有辦法 其實沒有辦法防禦說 這幾個現在其實都沒有辦法防禦 就是暴力破解 所以說呢 暴力破解現在又有幾個可以解決方式 像是索IP 索IP的話其實 它沒有辦法完全跟絕 這個暴力破解其實是因為 現在就是像中國大陸 你看他們13億人口 有多少的IP是他們的 然後他們就可以一次狂揣我們的 就是密碼 那其實那個IP被鎖了 它還要很多的IP可以一直用 所以說其實沒有辦法完全的 就是避免掉暴力破解 那暴力伺服器的話就是 你有想像有一天FB的伺服器關閉 然後全世界的人都不能上FB 根本就不可能嘛 所以說關閉伺服器是不能夠 就是 提供一個完善的就是 可以解決暴力破解的方法 那鎖帳號的話就是 其實也沒有辦法完全的就是 防護 你也沒有辦法想像說你的帳號 突然有點被鎖 所以說它其實現在 在現存的這幾種方法 都沒有辦法完全的 友善的解決暴力破解 所以呢 聰明圖我們就想了一個方法 來解決暴力破解 我們就是希望說 能夠設計出一個伺服器 就是能夠在它還沒有 入侵前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盡量 進行一些輕量的加密 然後在被入侵的時候 我們可以計算它的存活時間 而這個存活時間呢 就是在定義說 它到底還需要多久的時間 才可以用暴力破解 揣到我們的密碼 然後我們在被入侵的時候 被入侵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針對這些存活時間 來做一些加密 或是刪除檔案 等一些不同的處理方式 好 然後在被入侵後呢 我們就會做一些數位見識的功能 數位見識的功能 其實就是有點像是偵盤 就是欸 到底誰是兇手 兇手是誰 然後我們就可以找出它 然後就可以提供一個保表 然後給我們的使用者這樣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的發體社會的系統功能 我們講過 那當然有說就是 我們要判斷有沒有被攻擊 所以首先我們就會有一個 體跟伺服器請求的連線法 然後它就會對伺服器說 可能是對AFP什麼之類的 我們說欸我要連線 那當然伺服器就會 首先用這個應該說的就是 檢測連線中的風包 那這個是什麼 你就可以講說就是 他們在對話 然後有人在錄他們對話 然後看他們對話 有沒有就是不好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檢測出來之後 安全 那我當然就是 讓他連線 沒有問題 不安全呢 那我們就應該記錄他 有沒有做什麼事情這樣子 然後呢 同時當然要回報給我們 那個伺服器的那個使用者 然後呢 計算的影響 剩餘時間 就是計算他 多久會測到 那個你的密碼 然後進去你的那個 檔案 或是伺服器裡面去拿你的那個 照片啊檔案資料這樣子 那 同時呢 我們會在計算 那個 攝影時間內呢 選擇適當的加密 加密你的那個 照片 檔案那些 這樣子 就算最後這個惡意方啊 拿到的東西呢 也會是密文這樣子 就是他看到 到後來會亂發這樣子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拿了什麼東西 然後最後就是用 數位見識找到公司這 那 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介面這樣子 然後 剛才的那個是 連到社會的時候 要輸的那個 帳號密碼在這裡 然後 就是上傳的介面 那就是我們就是 做 做出一個伺服器 就是讓你可以上傳 下載檔案這樣子 然後就是 下載 然後就是上傳 然後這邊大家看到的是一個 密密碼的那個 一堆一行兩樣的東西 那這是什麼呢 其實呢 就可以看到大家剛剛 右邊這邊 就是一堆的那個 密碼 就是我們自己寫的一個 惡意方 就是他會一直對 伺服器 那個 丟出錯誤的密碼 但是他已經 已知帳號 就是呢 可能知道你的帳號 但是不知道密碼 他就會一直丟密碼 然後呢我們的伺服器 就會記錄 說他現在測到哪一組密碼 跟他的IP 時間 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利用這個 對地方去 測出 算出他都會 測到證券密碼 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 我們最後數位 見識的解骨 就是他可能 測成功了 然後我們伺服器 就會記錄說 有一個人 二一的 二一幫測成功了 然後他進來之後 做了什麼事情 這樣子 那這邊就只是檔案 然後我們把它加密過後 然後呢同時呢 我們還寫一個就是 簡訊的系統 就是我們 會 被攻擊的時候呢 我們同時會寄簡訊給 使用者 這樣子 就是比較方便 然後在那個時間 大家看到 就是很多 時間 這樣子就是我們 我們伺服器算出來 多久能測到正確密碼 然後這是密碼表 密碼表是什麼呢 其實就可以假設說 我們呢 在伺服器內 放入了大量的密碼表 就是可能網路上 大家常用的 12345那種 然後放一大堆在那邊 然後這個時候 如果二一幫 在用密碼表 在測我們你的密碼 或者是伺服器的密碼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 利用這些密碼表 去交叉比對算書 他大概多久會測到正確密碼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然後是 四種 不要的加密法 就是 依照不同的剩餘時間 我們就會依照 那個加密的難度高低 去選擇要用哪一個加密法 然後 這是結論 那就是我們的目的呢 大概就是要 維護伺服器的安全 那未來呢 我們當然希望可以 應付各種的那種類型 然後更多不同的處理方式 然後可能以後會上架 這樣子賣文的東西這樣子 好 謝謝 那 剛才的 我們怕從大家聽不懂 最後我們可以用 最簡單 最簡單的方式跟大家講 就是 講這個比今天 有那個 大家都知道的手機嘛 那 你的手機都會有那個 螢幕解鎖嘛 那如果今天你的那個 可能另外一半想要 塗他你的密密這樣子 然後他就開始測你的密碼 他從一二三四開始測 可能哪一天他就被他測不到 那我們的系統呢 就是想說 今天有一個人 只要一直測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算出他 多久會測到你的證券密碼 並且同時對你手機裡面的東西 幫你加定這樣 就算他最後測到 正確的東西 他把手機打盖了 他看到的也是 他什麼都看不懂 這樣子 好就是這樣 那有什麼問題嗎 好沒有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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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就是 掌聲鼓勵一下 就是這樣 那今天的專題演講 一共四組 會輪流上來 就是跟各位介紹他們的一些資料 還有一些程式 那我們現在就歡迎下一組 來簡報我們的內容 OK大家好 那那個我是目前 在那個 潘均一老師實驗室 所有的學生 那這個是我們當年參加 通華電信比賽的一個作品 那他名字叫做 探語曲霧密文搜尋系統 那我等一下還講的東西 可能有一些會出現在你們的考題裡面 所以就慢慢大家自己進去 那至於 就剛剛大家應該都有發言說 我們都會講一下我們研究背景 那其實我們的 我們這一組的專題的研究背景 很簡單 就是 現在一定都會用一些雲端的科技 不管是 Google Doc 或是Line 或是任何 或相關的服務 你們一定都有用到 但是 在我們使用者那麼高度 依賴雲端儲存這個東西的情況下 那會不會有什麼 疑慮產生 第一個的話 我們伺服器是不是真的可以信任 伺服器可不可以信任 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很多信件 或者是 我們其實也會把工訊錄 統括到你的Google帳號上面 那 Google會不會利用這些資料 來做一些很棒的設計給你的同學 但是他們 Google完全沒有在告訴你 什麼叫做這些東西 那所以就是伺服器可不可以信任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假如伺服器真的沒有利用我們資料 那 在有新人士入侵伺服器以後 他們會不會竊取到我們資料 進而利用它 那舉簡單一點的例子就是說 有新人士入侵伺服器的話 假如最近大家有看新聞 一定會知道說 其實遠通 遠通出現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伺服器管理並沒有做得很好 那它裡面的資料其實就有被一些 其實並不能說是駭客 但是是用一些很簡單的方式 就把他們的一些系統資料 炸出來 那我們的研究背景 是基於這個訴求下面來做的 那 剛剛提到那些問題 目前有沒有 就是以比較直覺的方式 有沒有解決的方式 那其實有 第一個方式就是我們在上傳 你資料之前就先把它加密 加密 加密上去以後 當然就是 不管是伺服器還是駭客促進以後 它一定都沒有辦法拿到我的資料 但是這樣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假如我們之後 用這些資料 我們要怎麼使用 像是你現在 假如在Email裡面 你看得到這個標題是 可能 教授寄給你的新聞 那假如你之後有上千封信好了 那以前的人 你可以用教授的關鍵字來搜尋 那加密以後就完全不一樣 加密以後的東西都是密封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用一般的方式來進行搜尋 像加密以後 就是變成這些有了沒的東西 你根本看不懂它是什麼 那 剛剛那個問題 剛剛Email生出來那個問題 有沒有辦法解決 也是有 直覺一點就是說 我把東西全部寫著下來 然後全部解密 然後就可以找到我回答覆規 那其實這個方法很笨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的 你在語端上面的資料 其實非常龐大 那你下載下來要花很多時間 解密也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這個方法 並不是不行 但是很不切實際 那第二個方法 就是我們把我們一開始 加密用的金鑰 上傳到伺服器 請伺服器幫我們解密 然後再把我們所需要的資料 回傳回來 那大家一聽到這個可能就是說 欸好像可以 那為什麼 這個方法不可行 因為我們其實一開始要加密 就是防止 伺服器還有駭客 來利用我們的資料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金鑰 上傳上去了 那它假如在雲端進行解密了 那不就跟其實 回到原點了 就跟一開始沒有加密一樣 那所以這個方法也不可行 所以我們想要編顧 可能大家一些傳統的想法 我們在加密的前方下 我們可能覺得說 欸我一定要解密 我是可以知道我才能找到我要的東西 那我們這個作品的話就不一樣 我們是在教育的情況下 就可以搜尋到我們要的東西 然後回到使用者這邊的時候 再把它進行解密 就可以得到使用者需要資料 剛剛在這段期間呢 它的搜尋 上搜尋條件的話 實在就是像我們平常 現在大家能用的可能就是所謂的關鍵字 但是在這個作品之下 其實使用 伺服器這邊並不知道 我們的搜尋條件是什麼 我們要延遲它也是密文 它回傳給使用者也是密文 那這是我們作品達到的一些特性 那第一個就是我剛開始提到的 密文搜尋的這個功能 那第二個的話是屬取全線的控制 那為什麼會需要這個東西 主要是因為 其實我們這個東西原本是 做出來是希望可以應用在企業的 所以我們需要存取全線的控制 這個指的是說 像其實很多機構裡面 所有員工可以拿到的資料 都是同等級的 並沒有所謂的 我們叫計程式的概念 就是我大家要拿到的都是 要嘛就是全部都是機密資料 不然就是最底層的那種 無關緊要的資料 那存取全線控制就是說 我有一天這些資料 其實全部都是由主管 主管接解的人才可以使用 那有一天可能主管太忙了 我需要請人協助幫我 使用這些資料的話 他就可以把這個 可能製作一些 我們叫做Token的東西 給他的下屬 那他就可以 下屬就可以利用那個Token 來進行搜尋以及解密的動作 那你有發房的話 就一定要廢止 不然 有一天這個員工離職了 那你假如這個東西沒有廢止的話 他其實 他是可以回來你公司內部 使用這些資料 所以一定要廢止的動作 那其實整個系統架構是像這樣的 嗯 剛剛我有提到這個是利用在那個 一個 企業裡面 那企業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說 就是其實大家上課 已經都有學到公有雲 跟私有雲的概念 那私有雲的話 就是其實就是在企業內部的 什麼系統 公有雲就是大家使用的 像是Drobar 或是Google-based的公司 那兩個雲 兩種雲各是一起 公有雲的話 它就是存放加密以後的資料 還有進行密服搜尋的資料 建立 簡單來說 它就是做的是只有處存 更運算的 那私有雲的話 它就是剛剛我們講到說 有八方全線 以及全線被子 主要就是做這兩個動作 還有把檔案做加密的這個動作 那它加密以後 就是把檔案上傳到公有雲 那整個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假如一個使用者 他想要 需要用到它 存在公有雲上面的資料的話 它第一件事就是先申請 我剛剛所提到的Token 那這邊頒作為全帳 那申請完以後取得 它就可以利用這個全帳上傳到公有雲那邊 那公有雲在進行搜尋以後 它就可以取得到資料 取得資料以後 它會傳到使用者這邊 它再進行解密的動作 那這段期間呢 公有雲 剛剛這邊有一個公有雲 它在這邊 它拿到的是 加密號的資料 那它會傳到使用者這邊 才會進行解密 那這是一個簡單的流程 讓大家知道 之後剛剛大概到底在講什麼 那使用者 它今天可能就是要申請 研發部 掌機 遊戲 或專案的資料 然後它就傳說 欸我要這個東西 可不可以讓我掛啊 我說OK OK以後呢 它就這邊 那就是假如 可能它會驗證你的身份 驗證過了的話 它就會進行 製作Token的動作 製作完以後呢 再把這個權材 還給使用者 使用者 再把這個權材呢 上傳到公有雲上面 公有雲會 根據這個Token裡面的一些屬性 以及一些 反正就是數學上面的東西 進行搜尋 進行搜尋 搜尋到符合屬性的資料以後 再回傳給使用者 使用者 在本地方進行解密 就可以拿到資料了 那 系統Demo的話 我等一下會用 我現在用那個影片來 介紹一下 我叫Devi 二十六歲 知名企業的神經設計師 說下午 為什麼還沒在公開上班 那是因為我們是 流達 最近有個叫 雲端風介的東西 很有型 只要我們在 行線路完全的系統 可以上傳到雲端 比如說我們在家裡 可能會點 可能在海邊 都可以工作 但是 也許我卻注意到 像Michael這樣 剪刀有開發的系統 我叫Michael 二十五歲 一段多公司的 資料部管理員 嘿嘿 自己發現 一個撰寫的好方法 現在